德最高情报官,中共收购技术威胁国家安全,在英国计划收紧对外资收购规则,以防止从事敏感行业的英国公司,落入外国手中之际,德国最高反间谍机构最高官员,周二表示,中共收购德国的高科技公司,构成国家安全威胁。 彭博社报道德国国内情报机构最高级别负责人马斯森,哈斯基奥马森,在一份关于安全风险的年度报告中,强调了中资收购德国科技公司的问题,报告内容也包括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网络攻击,以及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等,该报告详细描绘了一幅中共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扩张其影响力的图景。 这些中共国营公司,通过收购德国技术,对德国经济和安全利益,造成危害。 马斯森说,近年来中共对德国公司的传统网络攻击,已经开始减少让位于收购行动。 马斯森周二7月24日在柏林对记者说,如果我们认为钱在买家背后是外国政府,且习野心,远远超出收购范围的话,那么我们当然必须关注这一点。 周二的安全风险年度报告还补充说,中共情报机构,已转向政治间谍活动,尤其是收集欧盟机构和20国集团会议的信息,以评估他们对中国中共的看法。 德国成为中资收购目标之一,在德国成为近年来中国收购的目标之后,默克尔政府是欧盟国家中率先对外国投资进行筛选的政府。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,中国家电公司美地集团,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ikoyak的案例时任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·Sigma Gabriel, 当时明确表达对中国公司收购德国公司的反对,并提到中共政府在其经济中的直接作用,2016年12月美国政府阻止了一家中国投资基金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供应商Vextron's Office的交易,Vextron在美国拥有一家工厂和另外几处办事处,在此之前CFRUS发起了一项调查,并否决了这项交易。 此外,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一直试图收购德国电网巨头50Health Transmission跟20股权今年3月,50Health宣布,欢迎比利时电网巨头2R购买50Health的20股权。 这一决定意味着中共国家电网的入股计划落空,但在汽车行业,中国亿万富翁李舒福今年在德国出人意料的,成为梅塞德斯奔驰姆公司戴姆勒股份公司最大单一股东,引发默克尔政府的担忧。 李舒福通过复杂的衍生品交易,累积了该公司9.7%的股份德国政府收集外资收购归。 则德国关于安全风险的报告,由马斯森和内政部长西霍福Houste Seehofer一起向外界介绍。 他将中共的收购,活动目的归因于其努力缩小。 与其他业者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差距,因为中国国内需求已经减少现任德国经济部长奥尔特曼尔·皮特。 奥特曼尔4月26日对外表示,由于越来越担心中共和其他竞争对手获得关键技术,德国政府可能会降低干预外国收购德国企业的门槛去年。 德国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控制,将政府可以介入的25%的持股门槛,扩大到其他商业部门。 阿尔特曼尔表示,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这些规则。 德国经济部次长马赫尼西·Mathalus McNick今年1月接受彭博访问时,说中国中共增加对战略性领域的投资。 我们要问的问题,是是否纯粹想让技术从德国流往中国? 当然如果有安全疑虑,那就要依个案进行研究和评估。 在今年7月的世贸会议上,美国副贸易代表兼驻WTO大使谢一,Janice Shea,表示鉴于中国,中共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非常重大且不断增长,以及中国中共以国家为主导的重商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方式,对贸易伙伴造成的严重损害清算。 但中共这种行为不能再推迟,欧盟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Mark Van Heelkelen表示,需要强调知识产权问题,因为随着北京越来越关注创新和高科技生产这些问题,必将具有关联性。